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到遊戲情報科 今個禮拜繼續有我喜自覺 和你們看回本星期最新注意的遊戲新聞 一會我們首先回到中世紀 去法國的先皇陵舞蹈探險 稍後會和你飛上外太空攻擊宇宙怪物 當然少得進入電腦世界 來個虛擬空間的大冒險 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更星期的遊戲情報科 我自己就經常留意不同方面的遊戲作品 上年11月借雨傘運動還要遍地開花的 Acession Creed Unity 我自己當然有玩 我想有不少玩家都跟我一樣被遊戲系統當堂嚇了一跳 我講的是 筆多那隻嚇一跳 Ubisoft 當然之需 馬上送一隻免費的DLC給每一位玩家 而這個DLC亦都上了加給大家免費下載 今次的DLC就講述 ACU主角阿洛 在主線故事之後去到法國郊區的一個法國仙皇陵墓 而這個DLC亦都加入了一個全新的敵人 RAIDER 除此之外亦都有全新的武器側刀槍 當然入古墓探險又怎少得提燈呢? 雖然玩法差不多 但你買了之前的ACU不妨去下載這個免費的DLC吧 不過提一提你 你下載了就代表你放棄了未來對Ubisoft一切遊戲 為你帶來損失的追究權利 不過如果你未買這遊戲的話 現在補買都不會有這個Free DLC 如果你是PC版本 記得檢查清楚你把Display卡頂不頂得順利才會買 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們不妨重溫一下 我剛剛在網上找回來這個遊戲的漏洞片段 看完你才決定買不買 我相信去年Year 3 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都是以下這款遊戲 故事講述開始探索銀河系的人類 來到這個又漫荒又遙遠的星球上開始殖民 這個星球充斥著很多對人類極為不友善的危險生物 殖民政府於是就組成獵人小隊開始負責保護的任務 當然外星生物都不會跟你客氣 故事大概就是這樣開始 不過玩FPS又誰會看故事 玩家可以選擇扮演有高科技裝備的獵人和大怪獸搏鬥 也可以選擇做可以識進化的怪物 對人類進行大反擊 Anthro經過上年多次的Beta 終於決定在今年的2月10日推出 玩家可以選擇一是做獵人一是做獵物 兩邊選一邊進行一個4對1的網上對戰 在遊戲地圖中除了玩家之外也會出現不同的怪物 怪物一方面是人類的敵人 另一方面又是扮演怪獸玩家的強化必須品 作為人類的玩家 面對無論HP和攻擊力都遠高於自己的敵人 看來一定要好好運用不同的戰術 才可以完成每一關地圖中獨特的任務 不過到底哪一面是獵人,哪一面才是獵物 這一層真是考慮我 早年被知狂抄Monhan的遊戲 God Eater 又有新作 其實捉鬼遊戲在亞洲怎樣都有一定的粉絲 加上這一類爽快的遊戲遊戲 怎樣都站得住 在全新一集 除了收錄第二集的主線故事之外 還加入了狂怒解放篇 故事圍繞著出現了異象的螺旋之樹而展開 當然遊戲當然不會搬自過止 全新的遊戲系統,鮮血狂怒系統 只要玩家達成一定的條件 就可以立刻強化30秒 除此之外還加入了一款全新的武器 連刀型的新武器 我想大家都可以玩多一段時間 我自己就覺得同類型的遊戲 就怎樣都會有 不可以大家說玩的類型相似就被人抄 何佳燕姐所說 大家跑步就是你做什麼人做什麼 Bond Hunt 的粉絲不妨試試這隻 早兩年一套大熱的動漫作品 令不少人都認識了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真實這個科技 而刀劍神域的遊戲 亦會在未來三月推出全新一集 遊戲以動畫第二輯為藍本 讓大家感受一下做精靈起天空飛的感覺 首先不要說同仁先生有多少個身後功 遊戲上一集收到不少負評的自動戰鬥系統 今集來了一個超級大更新 上集的自動戰鬥系統令遊戲不停自動化 又或者大家都覺得好像看著它玩 今集就應該不會這樣 另外遊戲亦新增了大量合作的多人任務 大廳支援人數最高可以去到16人 以PSV來說這亦是一個相當大的人數 只是打著SAO的旗號 就算上集有硬不好玩 我想大家不少朋友都已經中了頭過去 其實我一直都想知道 如果入了VR世界裡面 有沒有廁所 大家會怎樣處理 今集又不知道有沒有公廁呢 終於日系RPG的朋友 我想你一定有聽過Tales of的系列 遊戲步入了20周年 全新一集Tales of Cisteria 亦會在下星期跟大家見面 首先Tales of系列的故事 畫面和戰鬥場景 我想大家都不需要那麼擔心 基本上掛得出這個名字的都一定是好東西 故事的OVA動畫亦都在12月在日本開播 咦?那是不是真的不用介紹什麼呢? 那又不是的 遊戲接下來會跟很多不同的漫畫動畫進行聯動 除了之前公開的EVA之外 還有青之驅魔師、戰國巴薩爾等等 只看DLC已經很夠份量 更重要是遊戲亦都會推出中文版 我想這對粉絕絕對是一大喜訊 去到最後一部分 今天又跟大家介紹一些古靈精怪的遊戲 我想QWOP大家都有玩過 就是那隻控制的運動員跑步 跑得好像勁了 跑100米,跑到K型那隻 我想今時今日要跑100米應該難倒你 所以我就立刻介紹一隻新東西給你享受 這遊戲叫做Mind Your Friends 遊戲很簡單,你只需要運用你的能力 把角色有那麼高,踏那麼高就可以了 可能你會說,扯不就好像蝶羅漢一樣 聽起來很容易 你想想,之前玩QWOP的時候 只是跑步,跑得很亂 這次的遊戲不單要你控制兩隻腳 還要你控制四隻 當然你可以拉扯著不同角色的5G 拉自己上去 對,沒說錯是5G 你看到遊戲畫面都知道 遊戲還支持多人連線模式 除了層層疊外,還可以在其他模式上 讓你和你的朋友用5G來互相溝通 真的不要開玩笑,看到畫面我已經很想玩 遊戲已經在Steam上了架 他還有一個四人嘻嘻爆給你和三個不同的朋友 一起用5G互相交流 這麼棒,不是不買吧 你身,冒好,非嘻嘻 我想今個星期遊戲情報科又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會準備一個小小的特別節目給大家 會和大家回顧一下去年雨傘運動引發出來不同的小遊戲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遊戲情報科再見,拜拜